他们时间就交给世纪 时光来组织了就 喂 听得到吧 上次是读完了皇帝 然后就是讲那个 皇帝 其孙 其孙昌义之子高阳历 是为帝赚须也 今天就是从 帝赚须高阳者开始读 下面是 刚才是读到 那个丹西了 下面是存心斋 存心斋你听得到吗 这个史系的本子就是 中华书局的那个繁奇本子 有一套诗本的那个 第十一页 记赚须高阳者 皇继之孙而昌义之子也 第十一页 好那你开始读吧 喂 你读的时候要按一下F2 存心斋你听得到吗 有一个发言的按钮 然后在 你要按那个发发你发言的按钮才能够说话的 那要不接下来白兔来读吧 我找不到白兔 我下次读好吧 我找不到哪一段 你手上有那个本子吗 手上有史记这个书吗 手上有史记的书 上次我没听完 我不知道读到哪里 那没关系就是第十一页 十一页就是繁奇本的那个 你有这个书是吧 我不是 我是简体本的 简体本的那不一样 不知道哪一段 那九宁子读吧 喂 九宁子 大家可以听听见吗 可以的 你知道记号吗 就是 我知道 那你读吧 地专须高扬者 皇帝之孙 而昌义之子也 静缘已有谋 疏通而知事 养财已认帝 赛时已向天 依鬼神已智义 智器已教化 结成已祭祀 北至于幽灵 南至于娇指 西至于流沙 东至于攀木 动静之物 大小之神 日月所照 莫不敌数 这句话 这一段主要讲的是 黄帝之孙 昌义之死 专须 然后 首先 首先是 说它的品质 然后 说了品质 成文有涵养 然后 谋略异常 然后有 然后而且能 知识就是 无痛而知识的意思 就是 名于礼 然后达于事 然后是养财已认帝 赛时已向天 就是可以 因地制宜 然后 是 是土地 然后 就是那个 当时 是农业社会 然后 是土地 然后 产物丰盛 在时已向天 就是 根据 四十的 划行 而那个 制定 那个 农耗 农耕之石吧 然后 以鬼神 以制义 就是 鬼神 应该是阴阳而弃 然后 就是按照 就是按照 就是根据天道 然后来 规定 唯一 唯一应该是 人们应该 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他和后面的 志气 教化 应该是联系起来说 然后 就是我刚才说的 根据 一样二气 然后 天道之行 然后来 施教化 然后 结成 一祭祀 结应该是 那个 祭品的 结境 成是 内心 内心真诚 然后来 祭拜 先祖 后面 北支域幽灵 一直到 那个东支域 攀木 应该是 它的 管辖范围 然后 东京之物 大小之神 日月所照 莫不敌书 说是 可能说 得辟天下 然后 周围的 有 从 从 从万民 以至于 树物 无不成福 好 我大体说到这吧 这一章的话 大家有什么 要补充的吗 这个 羔羊 这个 我们可以注意 这个 集结里边 讲 书影里边 讲 书影里边说 专须是 他的名 羔羊是 有天下之号 有天下之号 意思就是说 是 是国号 而且这个国是 有天下之中国 就是 他 就是 中国 之号 说是 他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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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结尾 这个 国号 就像 那个 这个 瑶 他的 有天下之号 或者说 有天下之 国号 而有天下的 那个国 就是中国 有天下之 中国 那个号 就是中国之号 是什么 是 是 唐 他就把这个 羔羊 理解为 就是说 跟唐啊 或者 顺之 鱼啊 来 后来的 礼堂 造诵 那个 唐诵 那个意义上的 然后 这另外一种意见呢 认为 这个 张燕云 羔羊者 所兴 地名 是他 是他 从羔羊 这个地方 兴起 而有天下 他认为 不是他的 天下之号 但另一方面 其实 属心之地 和 后来证为 有天下之号 往往是一致的 像 汉高祖 刘邦 封于 汉 然后 有天下之号 以汉 为天下之号 这个 遥 封唐 那么他 有天下之号 以唐 为天下之号 这个是 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 诸侯的国号 天下之号 这里边 所含有的 这个 天下之义 中国 它是什么意思 这些 可以注意一下 还有一点 我觉得可以 大家可以思考的 就是这个 以鬼神 以智义 智气 以教化 继承 以 旧是这个 这个智气 以教化呀 你看 就是在这个 我们读 西方古典 政治哲学的时候 往往有一个 问题 就是所谓的 physis 和normals 它之间有一个 有一个 鸿狗 怎样 把这个鸿狗 给它填平 能够把它们 讲成 以贯指之道 往往是很困难 这个一直到今天 就是这个 西方现代哲学 所谓的 事实与价值的分离 一直影响到 今天 西方 政治制度上的 一个 一个几乎是成了 不可动摇的一个 教条 就是政教分离 那么它的结果 就导致什么呢 就导致 这个 国家 政府 它其实 只不过是一个 智能机构 它就跟公司一样 公司生产的是 这个 日常的 或者工业的 生活的 用品 然后我要把这个 用品推销出去 叫商品 那么 政党呢 它也是一个 政治营销的理念 就是说 我要把我的 政策 观点 这是我的产品 要把它营销出去 然后 顾客是谁呢 顾客就是选民 那么公司的 顾客是谁呢 就是广大市场上的 购买者 那么 谁购买的多 谁就厉害 那这个 政府也一样 谁购买的多 谁得的票多 那谁就可以存在下去 就可以上台 那就是这个 政治意见 就跟股市一样 政府就跟公司一样 因为它设计的 都是一些个 一些个 不含有价值的 不含有教化的东西 即使你提出来的是一种 道德教化的一个价值 那么 它第一步也是把你 任何一种价值 任何一种观点 都给它变成意见 都是opinion 全部付诸 the pool of opinions 就是付诸 意见的投票池 意见的投票箱 那什么是有价值的 什么是有道德的 什么是美好的生活 什么是人 值得过的生活方式 任何一种提法 都只不过是意见 那现在就是每一个人 你自己随便去选 就好像我在商店里 选商品一样 我喜欢哪个商品 那纯粹是我个人的事 就哪个商品好 哪个不好 那是 那就是一种 很自然的选择 就变成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 而这个 他本来他一开始 说这个政教分离呢 他是一个什么想法呢 就是说 你政府 只是一个职能机构 你本身不给予价值 也不负有这个道德教化 社会风俗改善的这样一个 一个责任 这个义务 你不负有这个 你只是一个中性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里面 可以推销各种各样的 各种党派 各种人 可以推销各种各样的价值 然后选民可以自由选择 政府只不过是一个 market place 只是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本身 不给予任何导向 如果市场本身 给予导向的话 那这个市场本身就是 就好像一个股市 交易市场 他 他 他明确的 跟所有的股民说 你必须 你最好要买那个宝钢的 不许交易市场 本身就违法了 对吧 你不能 你不能导向别人 说那个 你该买的 你 他只是一个中性的市场 那一开始 本来他 他的出发点就是说 政府只是一个中性的市场 然后呢 你每一个教化机构 比如说教会 比如说教会 比如说 一开始教育还是 教价值的 后来教育系统 全体落马 教育也被搞成了一个 中立化的机构 就是所谓的学术中立 课堂上不允许 教任何价值倾向 因为你要教价值倾向的话 你就 你就成为一个宣教机构 宣教只能是 教会可以宣教 党派可以宣布自己的观点 宣扬自己的观点 然后这个一些NGO组织 可以宣扬自己的价值观点 他本来是这么个出发点 然后呢 他相信 群众的眼睛是这样的 或者说他相信的是 多数人的选择是善的是美好的 他相信这个 就大家一起来选 越多的人选择的 那就是好的 他本来是这么一个出发点 那么结果会导致什么呢 这个会导致整个社会 其实所有的人 都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态度 都是一个价值相对主义的态度 就是说你天主教教会宣扬的 那只不过是 你们天主教的一种opinion 你共和党宣扬的 只不过你共和党的一种opinion 你儒家宣扬的 只不过是儒家的一种opinion 所有的都是意见 他们全部是 包括比如一种新的邪教 比如说 那也是一个意见 甚至比如说 主张吸毒是美好人生 或者同性恋人是 最美好的爱情体验 和最美好的婚姻家庭形式 就是同性的婚姻家庭 就是任何一种anything 任何一种观点 他都跟其他的 曾经有孔子 曾经有佛土 曾经有耶稣 曾经有老子 曾经有柏拉图 亚里士多的 所有的往圣先贤所教导的 没有高下之分 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高下之分 那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这就是所谓的 physis和nomus的这个区分 一直到今天的 事实和价值的区分 一直到 这个政治上的政教分离 可是我们读专需 我们读五帝本集 读五帝之一的专需 志气以教化 志气 志的是阴阳四十五行之气 对不对 要说这是属于 属于这个 nature的 属于physis的 而教化呢 当然是教化人 当然是拿文化 拿价值 拿伦理道德 拿生活理想 拿正义美德 拿这些 来教化人民 对吧 这个当然属于所谓cultural的 所谓normals的 所谓value的部分 对吧 价值的 人文的 文化的 属于这些方面的东西 可是在专需这里 志气以教化 一个以字 以又通耳 正是孔子说的那句话 五道一以贯之 对不对 正是公养传 春秋公养传的 一开始 元年春王正月 你去看这个和传 从这个天使 到人世 来自到草木昆虫 他是一以贯之之道 什么叫王啊 王就是贯穿天地人的 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的 这叫王道 志气以教化 这就是王道 而不是人为的生硬的 把这个physis numbers 把这个正义教 把这个physis的价值 给它割裂开来 使得人类 现在 整个现代世界 陷入一种深重的危机 这是为什么我们 在今天这么一个 所谓的发达的现代社会 还要去读古史 他意义 就从这句话 看出这么些个东西 这是 一点 一点小小感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这些 我也想 我也想说点感想 就是刚刚 刚刚正好 我也想说 志气这部分 就是 我们看到 从皇帝到 专区 其实都提到 志气这个 这个事 这个事 其实如果是看中医的话 志气 其实就比较容易理解 他 他一来 他一来 他跟这个天文历史 天文历法 是很关系的 因为我们古来是 农业文明 所以 所以就是 要 要制定这种 天文历法方面的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国家 或者王者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 就是 五欲六气 如果非常精通的话 其实他是可以预测疾病的 也就是说 这属于 这属于上 上古时代的 医保体系吧 其实这个传统 在我们后世 也是有的 除了立法 是 立法天文 是国家掌握了 比如像宋朝 然后宋朝的 一局 他还会专门出 这种 医书 就 就 就医疗的 方面的知识 主要是国家 在出 当 当民间也会有 但是毕竟正者正宜 国家出的那种 医书的话 是 基本上是比较 持中庸的态度的 所以 所以他会 他会 是 是中道 然后来 来对百姓 做教化 当然百姓 如果相信某个民意 虽然他治病 非常牛逼 但是 但是他可能 他可能会偏离 偏离中道 这个是我的 一点感想 我也说一两句 这个 这里面 这个 讲到养财与认地 载石以向天 尤其这个养财与认地 我是想跟那个 三财之道 这个 联系起来看一下 那三财里面 那个 按照那个 蒋庆先生 那个讲法 他是 天道是 是这个 是 神圣合法性 然后地道是这个 历史传统合法性 然后人道是这个 民意合法性 他是把地道和这个 历史传统 对应起来 但我的理解 跟他有点 不太一样 我是把 他那个 人道和地道的 是把他 做了一个 交换 我觉得地道 可能更应该是 和这个 养民 也结合起来 这里面讲的 就是养财与认地 因为大地是 是生长万物的 所以地以其财 负载 那个 承载万物 然后养育 这个 滋生 那个 生灵 而这个 历史传统 这个东西 其实 它 不一定是跟 土地相关的 它 关键还是在 土地上的 这群人 所创造的 所以我觉得 人道 这个应该 是和人相关的 如果光有 光有土地 没有 没有人的话 同样这块土地 它并不能产生出 历史和传统 所以 这里面讲的 养财与认地 我觉得就是 跟我的理解 我觉得 是比较一致 然后后面讲 那个 依鬼神 以至义 然后他这个 所言里面讲是 至尊卑之义 这个是 很重要 就是我们现在 在讲这个义的时候 更多的是 把这个义 本身所原来含有 那个尊卑的 这个 这个项度 给抹杀掉了 因为我们在今天 是一个大众的时代 是一个讲究 平等的时代 觉得这个义 好像 好像 等级成了一个 不平等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如果看 这个理想国里面 讲的这个 城邦的正义 也好 还是我们这里面 讲的这个 依鬼神义 之一的意义 它其实都是 有一个尊卑在里面 有一个等级在里面 这个可能 有助于这个 弥补我们今天 对于正义的这种 偏向性的这种理解 然后下一句 他说 置气以教化 这个我就想到 就是 我们过去讲 这个 五方之民 秉弃不同 所以你在进行 这个教化的时候 你不是用同样一种方式 来进行这个教化 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 分书 就是宋儒讲的这个 礼 这个礼仪分书 就是在本体这个层面 我们是承认 有一个一的存在的 但是在功夫的层面 它其实一定是书的 因为每个人 这个通达本体的这个功夫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这个 这个我们讲 西方讲普世价值的时候 它往往就是容易走向一个极端 就是在功夫和本体之间 它拿把这两个割裂开来 就是功夫 本体一定是 是一个一的 一元的一个存在 而功夫 它可能是一个 是一个多图的一个存在 是一个多 这两个一个一一个多 就是一个普遍一个特殊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共存的关系 而有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要么就是以这个本体的一 来否定这个功夫的多 或者是要么以功夫的多 来否定一个本体的一 前者就是容易陷入到这种 这种普遍主义的这个陷阱当中 后者就是 把本体彻底否定掉之后 就陷入到一种虚无主义 其实我觉得就是 他们可能就是 没有注意到 要要做这样一个 就是本体和功夫的区分 所以我当时我以前读那个 读康德我就感觉就是 他讲了讲了半天自由这个东西 他更多的是在本体这个场面去谈自由 但是怎么去落实这个自由 这个功夫在哪里 他没有给我们指示出来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功夫的一个本体 你就把它普遍化之后 那很多人他其实是滥用这个自由的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很危险 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 这个这个自由主义 他就是很容易犯这个错误 他把这两件本来是一个两件事件的东西 他把它合一看待 然后这个 这个相当于是 抹杀了这个 这个这两者之间这样一个不同 然后用这两个来互相攻击 互相互相矛盾 否定对方 其实都是偏于异端了 嗯 我就讲这些 嗯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刚才思乎在讲到的 这个养财与认地啊 很有启发 那么我觉得也可以就是 大家还可以把这个话 跟那个上书大宇木 古文上书大宇木里面的 这个六辅三世 可以 可以练习一起来 想一想 所以六辅嘛 就是水火金木土 叫一个能养人的骨 骨子的骨 然后所谓三世嘛 就是正德 利用 厚重 就跟这里 就是可以更加全面的展开 这里专需的这个养财与认地 因为大宇在后面嘛 他会对前面的这个 专需的这个 会展开更多的内容 可以让我们可以联系到那里 可以明白他这里的内涵 是非常大的 这一张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读下一张吧 下面是贤明瞻 读下一张吧 帝专需生子曰穷产 专需崩 而玄霄之孙高新立 视为帝库 帝库高新者 皇帝之宗孙也 高新父曰角级 角级父曰玄霄 玄霄父曰皇帝 自玄霄与角级 皆不得在位 至高新既地位 高新与专需为主子 然后这个集结章页里面 关关于这个帝高新 这一条有一个解释 还蛮有意思 这个稍好以前 天下之好象其德 专需以来 天下之好音其名 高阳高新 皆所心之地名 刚才这个吴京宇也提到 专需与库皆以字为号 上古至故也 然后再下来是 高新之德性的描冲 高新生而神领 自言其名 普师利物 不于其身 风已知远 民已察威 顺天之意 知民之己 人而威 慧而信 修身而天下福 取地之财而节用之 辅教万民而利悔之 利日月而迎诵之 民鬼神而敬世之 其色玉玉 其德尼尼 其动也识 其福也识 地库既执中而遍天下 日月所照 风雨所至 莫不从府 这个执中而遍天下 所以你就提到 这个圣书里面 远之绝中 整个五帝所传心法 这块就提到了 我就读到这 这一章 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这可以注意这个 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名鬼神而敬世之 这个正义 讲天神约神 人神约鬼 由云圣人之精细 为之神 仙人之精细 为之鬼 这个 可以特别矫正 我们 现代汉语里边 对于 神和鬼的 一些认识 那鬼神有好多说法 比如礼记里边的说法 就是 这个人死之后 那么 既精气 发跃于上 为之神 那 他的这个 形海 归之于地 为之鬼 所以鬼者归也 那神者身也 身呢 就是 可以向上 身发 向上隐身 这么一个 那在 实际上 在我们的这个 记 记 记事里边 记事传统里边 比如说 有这个 家庙 记神主 那个人 敬神 然后还有扫墓 对吧 扫墓 其实上 就是敬鬼 这里有 这个是个 我不多说 就是提一下 值得大家注意 因为这个中庸里边 就是 特别的感慨 说这个 鬼神之意 大意在 因为人们还 常有一个说法 就是受西方 哲学的 中国想象的影响 那么很多人 也跟着 英武学舍 就说中国呢 就是一个彻底世俗的文化 不敬神 另外有一点 神神道道的东西呢 就都是 鬼怪 这都是 一些 不独 中国原点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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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糊涂的 关联 这个是 值得注意的一点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专需 这个 地库 都很重视 这个 竟是 竟是鬼神 对吧 那么 再往前呢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个皇帝 其实是 没太 讲这个 其实皇帝 没太讲这个 这是特别 其实值得注意的 一个细节 这个太史公的笔法呀 是非常的 敬畏的 这个皇帝 他本人是 生而生灵 不认生而生灵 他其实是 在 而且 他面临的 这个 他面对的 这个 这个 竞争对手 比如说 持有 就是个大巫师 能腥风 作雨 能够撒斗成兵 所以他 自己呢 就是有一些 大神力 同时呢 他有很多 这个 一些 神人 神仙的朋友 像容成子 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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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渔区 对吧 这都是 皇帝内经理 都有出现过的人物 包括齐博 都是 但是他 这个 在史记的叙述里呢 没有特别讲 他 这个 神道社教 之士 他反导是 更重要的工作 反导是 这个 国语出语里 讲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绝地天通 就是要 把这个 这些 避于天而不知人 拿这个 鬼神之士 来娱乐人的人 把他给干掉 然后呢 这个 专虚和地库 他的这个 依鬼神 以致意 这个专虚 依鬼神 致意 最关键的 在致意上面 嗯 在致意上面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地库啊 他是 名鬼神 而尽事之 名 名 名什么 也是名鬼神之意 名鬼神之意 那这个意是什么 这个意 其实就是 人文之意 就是这个 呃 鬼神 是给他 纳入到一个 人文教化的 这么一个 框架里边的 嗯 或者说 是纳入到一个 理性教化的 框架里边的 嗯 他不是说 让这个 鬼神之士 嗯 成为巫师的 特权 成为一些个 教派的 特权 然后让这些教派 让这些巫师 与国家 与 原文教化 与政治 形成一种 对抗的力量 嗯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中国 中国就悲剧了 那中国政治文明 就去取得不了 从皇帝开始的 那么一个 伟大的成就 嗯 中国就会 跟西方就比较像 就是长期 就是处在 这个迷信当中 所谓的黑暗的 什么什么 事迹当中 然后 又要搞一个 片面的启蒙 以便于 来矫正 这个 过度的鬼神 带来的 弊病 然后这个启蒙呢 又带来 新的弊病 然后就是 那就是 呃 恶性循环 一直到今天 这个恶性循环 还没几乎 就会导致这个 理性和信仰的 这样一个 鬼神和人事的 天与人的 这样一个对抗 会带来 为了治病 救急 未遇 复天心急 对吧 就是这个科学和启蒙 带来的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救急 未遇 又天心急 对吧 一天心病 那这问题就是 特别了不起的 就是在 皇帝 专需 帝库 专需帝库 这一系列的 这个 这个一代接一代的 努力当中 就是 明鬼神之义 这个 救鬼神而之义 最关键的 就是这个义 所以就是 特别要结合 这个读 那个 礼记的记义 对吧 什么叫记事 什么叫鬼神 鬼神之义是什么 就一定要去读那个 当然中庸也谈到 诗经里也太多了 也就是孔子的 非常的前进 前诚 求之道 久矣 但同时呢 又笑话这个子路 向这个天地神起祷告 对吧 一方面是 六合之外 圣人称而不论 自不与怪力乱神 但另一方面呢 非常虔诚 记如在 记神如神在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乡党片里 谈功片里 对吧 一个论语 一个是李继了 对于孔子 这个参与 既是活动的 那个虔诚 庄严 树木 对于孔子来说 对于专需和帝库 这个至鬼神之义来说 名鬼神之义来说 托马斯阿奎纳的问题 上帝存在不存在 安塞尔默的问题 上帝是不是存在 那简直就是儿戏 那简直就是儿戏这样的问题 简直就是神学没入门的问题 对吧 但反过来 你从那个西方神学 一直到黑格尔 这个传统 看来 一直到今天的基督教徒 看来 他会觉得 从孔子开始 从专需地库开始 就开始 装模作样 最开始 神道社教 就是说 就是骗人 易经理 从夫妻开始 就是神道社教 对吧 就是骗人 本来你不信 然后你 故意骗老百姓 说有鬼神 骗他 在他们看来 是这么回事 在他们看来 你们中文化 说没理性吧 有理性 因为他 好像不是那么的 在乎鬼神 他特别重视 人世的理性 但你说他理性吧 他好像没那么理性 他又有鬼神 所以他 他自学的一点 就是说 他理性到 不迷信的科学 他信仰到 正因为我不理解 所以我才 我才相信 他认为他的 理性是 彻底的理性 他认为他的信仰 是彻底的信仰 然后他的理性和信仰 就是打了几千年 现在还在打架 然后他 他自诩的就是说 他的理性 比你的理性强 他的信仰 比你的信仰强 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不虔诚的理性 那叫工具理性 信仰的理性 那叫技术理性 信仰 不理性的信仰 那叫理性 对吧 刚好是倒过来的 所以这些问题呢 还需要 长期的讨论 深入的思考 我这还只是把 问题提出来 就结合我们 读到的五地本纪 这里啊 这个专虚 和这个低库 他们是 如何 这个 因鬼神而知义 明鬼神而近世 然后结合这个论语啊 结合理计啊 和西方思想史啊 可以提出这些个问题 我就说这些 这一章 还有要补充的吗 如果 我再说一句 这里面有两句话 大家可能 那个注意一下 就是取缔之财 而节用之 这里面其实讲的 就是一个 我们的这个 传统古人的一种经济学主张 就你 你一方面 你要 善于利用这个 资源 同时你要 有 节制 节制使用你的资源 而不是 现在这个西方 现在西方经济学 所创造的这种 以这个消费 拉动内需这种 这种这个 节者而渝的这种 这种 这种这个经济模式 还有下面一句 他说 辅教万民而立会之 他教化万民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 纯粹的一个会 他还有个立字 这个就 也就中庸里面讲的 或安而行之 或立而行之 或勉强而行之 集体成功也一也 所以 这里面对于这个 老百姓的教导 因为这个 君子欲异 小人欲异 你在这个 这个 对于这个 小人进行教化的时候 你不可能是 纯粹的光讲大道理 你一定要看到 这个立之所在 所以立者 一之和也 这个 一经里面讲 所以 中国这个 这个 教化万民 他 他其实 不是像那个 基督教那样 一个教化的方式 他一定是 政教 在一起的一个教化 就是 以政府教 是 是 是一个 是一个 就是 和我们的生活 贴近的 这样一种 教化方式 他是可以 并不是 就是说 一旦 谈到立 他就 他就完全和道德 无关了 等等 这样一个 就是西方 那个道德和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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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 居然 居然那个 断裂开 那样一种 那个 认识模式 我就补充这两点 那我们读下一张吧 嗯 下一张是 宅露 哦 好 地窑者 嗯 哇 地窑者 哎 哎 不是 地库取 嗯 陈丰侍女 曾放勋 取 居 嗯 这个是 居之 侍女 曾 智 而智带立 地智立 不散 而地放勋立 视为地窑 地窑者 放勋 其人如天 其知如神 旧知如日 望知如云 黄搜存衣 呃 哎 哦 不是 我又 我又读错了 呃 富而不骄 贵 贵而不孰 黄 黄搜存衣 嗯 铜车 乘 白马 人名 殉德 呃 以 以亲 九族 九族 祭墓 辩赃百姓 百姓 遭民 何何万国 呃 我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里 这里比较 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 呃 司马迁在 呃 司马迁太史公 在 在 而至 代吏 他这个代字用的非常的呃 属于一个算是属于一个过渡阶段吧 嗯 另外 另外下面一段的话 我 我看到这个结尾部分就百姓遭命何何万国 他已经不太像是上面所描述的 呃 日月所造 风雨所至 莫不重复的这种 就好像是天地 天地自然 鬼神都 都过来 重复 他他这里 呃 从地窑开始的话 可能从史料里面 他已经更加符合这种人文的这种味道了 嗯 其他的 我 我没什么好讲的 我觉得这里 特别可以注意 这个 帝库 他 处在这个 上古史当中 他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纽结的地位 啊 我也看这个 刚才读的这个第一章的 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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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注读 嗯 帝王记云 帝库 这个库跟那个库是通的 帝库有四废 呃 补其子 呃 补其子 皆有天下 好家伙 缘妃有台侍女 约江源生后继 嗯 这个大家可以就看 诗经大雅的声明 嗯 就是讲这个 江源生后继之事 这个后来就是建了周 对吧 赐妃有荣是女 约简笛生谢 这个谢呢 又写着那个 那个那个就是 跟那个契约的气字 那个一样的那个字 蓝天谢 实际上是商的先祖 后来是见了商对吧 赐妃成风是女 这个风跟 跟那个中文那个风也是通的 约庆都生放薰 那这就是 唐瑶 对吧 赐妃居姿是女 约常以生地之 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个顺序刚好相反 对吧 顺序刚好相反 元妃 有他是生的江源后继 再生的后继 这个是最晚建立的 就是地库的这个血脉 他的四个妃子 生的四子 都陆续有天下 然后原妃的是最后有天下 次妃的 你看这个商 又在周之前 然后这个第三个妃子 这个成风是女 生 这个生 放薰 对吧 但这里 帝王纪里约庆都又生放薰 对 又在这个商之前 然后这个 最小的这个妃子 巨子是女 生了子 他有天下 又在妖之前 这个顺序刚刚倒过来 这里也 也也蛮有意思的 可以 可可以注意的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这地窑啊 欺人 欺人如天 特别重 重视的 他是他这个人 是他这个人 人 是 五行 是配木的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个 后边 这个 后边 这个 看 第几个 后边有个 诸事里有讲到的 看一下 找不到地方 讲到他呀 讲到这个妖啊 他的 他是假生年生的 他是假成年即位的 他 他这个 执政的后期 最重要的事件 就是 从 民间 争 顺上来 又是 甲五年 争的顺 然后又是 甲银年 让这个顺 代行天子之事 你看都是 这个 天干 天干是 甲年的 都是 甲是阳目啊 是 欺人如天 然后你看 哪一年 死的呢 不要叫死嘛 叫崩啊 天子也崩 他来年崩的呢 新四 新四年崩的 你看新 是 新 是金 对吧 新属金的 五新属金 金克木 对不对 然后四了 四是火了 火是泄木的 你看一个是泄他的木 一个是磕他的木 所以他 所以他新四年崩 这是蛮 蛮可以注意的一点 还可以注意的一个 有意思的一个点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谣代指 谣代指 这个事 我们可以看这个争议 实际争议 里面又引这个 黄腐蜜的帝王记 里面讲啊 他说 执在位九年 呃呃 这个前面啊 封一亩地 说执啊 封一亩地放熏 为唐侯 执在位九年 正微入 而唐侯得胜 诸侯归旨 执父其义 乃率群臣 造唐而至善 你看 这说明啊 就是在 我们这很远古的时候 就这个 嗯 有列国 然后 列国之中 有一个国 领有天下 为天下列国之公主 而为宗国 就这样一个 列国 中国 天下 这么个结构 远古就有 就已经形成 哎 远古就已经形成 这个是很非常了不得的 一个事情 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事情 这样一个结构啊 其实一直到清代都有 嗯 一直到毛 一直到 今天还有 今天还有没有这样一个 框架 我不好说 反正一直到毛的时代还有 这是个非常 这是 其实是一个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创举 中国政治文明最核心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还叫中国 可是有几个中国人知道中国这个词的含义呢 哎 中国这个词一定是在列国中国天下 这样一个结构里面才有意义 中国不是某一个国 某一个国家的名号 而是比如说 现在唐 现在瑶代志 而有天下 那么天下之国号就称为唐 嗯 后来鱼呢 代瑶 那么天下就称 鱼 对吧 哎 所以中国是天下之一 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名称 现在是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一个固定的名称 现在没想到这个就这个结构远在远古就有 还不光是到周啊 到周里啊 周公司 周围才有 其实很早就有 这是特别 特别值得 关注的一点 那么你看可以比较的 就是比如罗马 他是一个罗马城邦 他是一个主宰性的一个上国 然后他去征服周边的国家 然后把周边的国家变成行省 变成行省 这个后来这个蒙古人啊 陈吉思汗他们 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思路 政府那某个地方把它当成行省 这是一种比较低下的 一种比较低下的这个政治文明不高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结构形式 那么跟那个那个叫帝国啊 Empire 那么跟帝国相相相对的呢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呃 一个一个独立自主的这个城邦 或者演变到今天 就是威斯特法里亚体系之后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就是都是 一个一个评例的 那么他最大的毛病就是 他没有义 没有中国之义 没有天下之义 没有华夏之义 他没有政治道义 他就是 就跟刚才说的这个 私事价值分离啊 这个 整个社会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正面价值观啊 任何一种思想都可以 角逐 竞争 然后任由人去选择 那么在国家国家之间 他也缺少这个道义 他本质上 这个威斯特法里亚系统 本质上这个 现代民族国家系统 他本质上是 没有政治道义的 就是说国际法这个层面上 他实际上是丛林原则 以及为了让这个丛林原则 可以和谐共处 而讲出来的一个 互不干涉原则 那么其实他内政上 也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霍布斯的 所谓社会企业论 人家人像狼一样 每个人都是自立的 自保的 都是追求 个人的欲望的 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 那么就不得不 有一个外在的限制 使得这个自然状态 人跟人像狼一样 争斗的自然状态 必须让他停止 这样大家才能够都活下去 那就大家接一个社会契约 一起来把每一个人 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私有的这个权利 给他一起移交 转渡给一个公共权利 而我们不得不遵守这个共同的法律 和这个国家秩序 那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这样遵守 不得不这样 这样那个来接受这个外在的制约 那么这样的话就意味着 整个国家 他内政来讲 是没有道义可言的 是没有礼义可言的 他国际之间 这样一个民族国家 威斯特法里亚的这样一个系统 他也是没有礼义可言的 仍然这个没有礼义可言的 这个国际关系 他事实上就会奉行一个什么原则呢 就是仍然是罗马的那样一个帝国原则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 所谓的新罗马 Nova Roma 专门有本书讲这个 包括我 我最近在看一些美国纪录片 他们讲罗马帝国的兴衰史 里面他有访谈一些美国教授 那么这些教授 我发现动不动就会在他的访谈当中 拿美国和罗马对比 拿这个比如说那个海岸战争 布什入侵 这个伊拉克 与这个 与这个罗马的一些皇帝 比如说克劳蒂乌斯 这个入侵 布里甸 这个奥勒里乌 打到这个 相当于现在罗马尼亚那个地方 还有一些 一些皇帝也打到了这个 布斯湾地区 对吧 他们很自然的会把美国的这些活动 跟他们连在一起 因为他们其实确实是 内在的精神和对国际法秩序的理解 其实都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 从这个直和这个谣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 诸和国 中国和天涯 这个体系 其实早就形成 而且这个体系 其实是有非常高的优越 优越性 它的优越性就是 它在国际之间是讲道义的 那么集中讲这个道义的 就是春秋 春秋经传 就是不成这两点 我想接着吴金玉的那个话来讲一下 比如 比如现在 其实 其实西方国家 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个传统 就很多国家的这种政治文明的 他们都是以继承罗马为荣 比如像俄罗斯 俄罗斯被认为第三罗马 他们是继承了第三罗马 称号的 就是他们是继承拜占庭帝国的那个称号 包括他们的东正教 他们为什么叫东正教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就是原初的基督教 是为他的国教 包括当年的东正教的 他们也不能叫教宗吧 我忘记那个那个名词了 就是东正教的那个宗教领袖去了俄罗斯 当时对俄罗斯说 就是上帝的上帝的人间天国已经选定了俄罗斯 俄罗斯将以解放人类为为为为俄罗斯的目标 这个跟俄罗斯后来搞出那个共产主义 其实有一定的联系 另外的话 我我想谈谈就是说中国这种这种秩序下的一些周边国家 比如像韩国 日本其实他们都有那种 就是那种中华中华正统的那种那种思潮 比如主要发生在清朝 因为清朝被满足统治 统治了之后 当时的日本人看到中国人的那种法事和习俗 他们就觉得这已经不是汉人了 因为日本人觉得很奇怪 就是汉人应该穿得跟我们一样 就是法事应该是跟我们是差不多的 怎么能成这样 这个为以后的入侵中国的这种思潮 其实奠定了一个基础的思潮 包括哪至现在日本右派啊 他们认为日本人就是中国人 有一部分日本右派他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他不认为现在的中国人中国人 他认为现在中国人是满意 当时的韩国人的想法也比较奇妙 韩国人的想法是这样的 韩国人的想法是 现在的中国已经变成满意了 但是我们保留华夏正统的文脉 等哪一天中国人反省了 我们可以教会他们 这个是韩国人的想法 然后另外 另外的就是当时以古代的这种秩序来说 韩国人是很瞧不起日本人的 因为韩国人认为再怎么样 韩国也是久仪之一 而日本人是久仪都不算 也就是说韩国人认为 中国人不是 就韩国人认为他还是在一个 华夏秩序里面的 的一个文明的一个世界里面 但但日本人他就是 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因为他已经是久仪了 我我就已经不知道怎么来形容了日本人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现在的西方西方学界的话 有一部分认为就是中国是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就是他们研究中国学的时候 他们发现中国不是个民族国家 中国他们用了一个文明国家这个词 就是中国是一个伪造成国家的文明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跟他们那种国家 其实是很不像的 就是我们是具备了一个文明这个词的一个含义 在在内的很多内容 而不单单像是一个国家的这种内容 就是说我们这国家是包括了一种国际秩序在里面的 这个可能是跟我们上古 遗留下来的一些信息是有关系的 好 我就不存在这里 而这个时光有问问题啊 现实的问题 现在中国应该以什么原则处理周边关系 既然把自己当一个民族国家 那么以什么原则处理周边关系 我是觉得这个 和不干涉内政 这个这种和平共处 这个呢 其实是 它也没错 但是呢 应该是 应该是有更多的长远的规划 要 要在国际政治中树立公义 树立道义 而不能只是一个 要树立政治文明 要进行这个政治文明的这样一个讨论 要设置政治文明的议题 不能 不能只是 哪一种这个 防御的姿态 就是 所谓互不干涉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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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本意 是说 你不要干涉我 你不要 要破我 其实 是一个防御的姿态 实际上 应该 应该 应该设置一些议题 就是主动的设置议题 就是说 一起来谈讨 什么是政治文明 怎样才是 更好的 这个国际关系 就是一方面要 要按我们自身的传统 不要去学 罗马式的帝国 那种征服性的帝国 我们从来不这么做 这西方也了解了 西方现在有一些中国威胁论 但那个声音 其实是比较小的 其实很多西方人都认识到 因为了解中国历史的 都认识到 都知道 就中国从来不是 罗马式的帝国 这个是要 要继续 继续下去 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应该 主动设置一些议题 提起一些讨论 就是 国与国之间 是应该有一个什么关系 才是更好的 更健康的 这是 有一点想法 对这个问题 有一点想法 我 我觉得这个 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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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么 我的一点想法就是 中国还是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文明国家 如果我们以西方的词汇来说 就是说 在我们 在我们就是有 有这种文化联通的 这种国家 比如韩国 日本 还有 还有这个越南 越南好像给大家的这个印象当中 好像是跟我们文化差异的比较远 其实越南跟我们的文化其实比较接近的 就全世界有 有两个国家的人都会下降起来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越南 我觉得 在这四个国家当中 如果能形成一个联合体 那将会非常的好 因为 因为如果我们从经济上来看的话 中国 韩国 日本 三个国家的GDP 加上现在赶上来的越南的这个GDP 其实能在世界上面占很大的一个比重 这种经济总量 这种经济总量的话 将会恢复 我们 我们就远东地区 以前在全世界所占的经济 经济比重 那么 那么如 如此大的这个GDP总量的话 我觉得在国际上面 就能设置好议题 这种议题的话 它必定是一个儒家的议题 这样的话 就会有一个现实的一个 强大的一个基础在 在做支撑 关于这个话题 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话 今天就读到这儿了 时间已经到了